好 最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的发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在这个也就是海军陆战队昨天晚间 他们在完成一个操演之后 结果呢 意外一名士兵被撞击了 发生在新竹战车行进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军人的意外 结果造成了一死四伤 其中两名伤者因为开放性骨折 送到国军三军总议院开刀 零难的士兵黄姓士兵的大体也连夜运回了台北 黄姓士兵因为伤众不治 家属陪着他从新竹回到了台北 而死者的妈妈因为伤心过度也哭红了双眼 路上都必须有亲人来扶持才得以上车 而家属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军方能够赶紧离清事发的原因 给死伤的士兵一个脚蛋 黄姓儿病的母亲痛哭失声 因为她的宝贝儿子只剩两个月久要退伍 却无法平安回家 海军陆战队的战车碾过她的身躯 造成她内脏破裂当场死亡 家属情绪失控难以接受 住者在北部的海军陆战队第66旅是国军急剧战力的打击部队 17号晚间接近6点时 战车部队从新竹坑子口靶场完成火爆射击训练 当时黄姓二兵和另外四名士兵结束弹药补给作业 正要撤离 但疑似是因为天色昏暗事先不佳 五名士兵遭到回转的战车撞上 其中黄姓士兵遭到战车直接碾过重伤不治 其他艺人也分别受到骨折挫伤等轻重伤 军方的解释无法给家属合理的交代 黄姓二兵中山大学硕士毕业 才刚录取台积电工程师前途一片光明 如今天人永隔家庭破碎 军方如果不查明真相 真的很难给家属一个交代